马太福音26章10 11节 耶稣看出他们的意思 就说为什么难为这女人呢 她在我身上做的是一件美事 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 只是你们不常有我 有一个女人在约翰福音说是玛利亚 趁耶稣坐席的时候 拿一瓶至贵的香膏 浇在耶稣的头上 门徒看见就很不喜悦 认为不必这样的浪费 因为香膏可以卖许多钱 来周济穷人 耶稣却说明这女人所做的是一件美事 这个行为等于是 预先浇下耶稣安葬用的香膏 并且说明了这个女人所行的 将随着福音述说传扬于全地 奉献有三种境界 第一种是把自己多余的拿出来奉献 第二种是把自己所真爱的拿出来奉献 第三种是把自己既珍贵又唯一的拿出来奉献 我们是不是奉献给主的是最尊贵的呢 我们是不是也像门徒一样 常常看重事工过于主 我们真的爱主吗 我们是否常常忙忙碌碌 没有时间来亲近主呢 我所看重的是什么 我愿意把最好的最珍贵的奉献给主吗 我愿意把最珍贵的奉献给主